马尔代夫免签了 对于热爱旅游的朋友们这是个好事 疫情政策调整以来 旅游业报复性增长了 现在很多好朋友都盼望 能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且我们也看到 确实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了我们免签 给了我们落地签的待遇 而我国刚刚和马尔代夫达成协议 未来我们到马尔代夫旅游免签了 这本来是个好事 但有的媒体啊 或许人家是出于好意 为了向大家证明一下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有多高 于是在这则新闻下面呢 人家做了个延伸阅读 说大家知道吗 中国护照在15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呢 好家伙 全球也不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护照在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地区免签了 那以后我们岂不是去全球 任何一个国家都行了 正当你兴奋且怀疑的时候 人家把列表都给我们看了 我们也把列表给大家看看 仔细看了之后我们才知道 那些所谓的免签啊 都是拿外交护照才行啊 普通护照根本就不可能的 是啊 这才是我们的常识 今天我们去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是需要签证的 也就少数那么几个国家给了我们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待遇 那些国家要么是标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 要么就是一些老少边穷国家 你去日本去韩国去西欧去美国都得签证啊 是 我们理解某些新闻工作者啊 希望告诉大家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了 我们去很多地方 慢慢都有这个免签和落地签待遇了 但是他们一下子就告诉我们 有150个国家免签 这土耳朵的就是高级黑 低级红啊 我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看到 你得拿着外交护照 才能去这15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之后 你会觉得我们的护照含金量更足了 还是更不足了呀 说实话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一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给予我们免签落地签待遇的 我们真是希望有一天 你这个表格中啊 把外交护照通通改成普通护照啊